孙悟空成佛才懂 闹天宫之时 菩提祖师就在一旁 还连救自己三次 孙悟空成佛之后 每天在雷音寺里打坐修炼 数年之后 孙悟空再也不是当年那个浮躁 又莽撞的齐天大圣了 此时的孙悟空贵位斗战圣佛 可谓是心如止水 能和如来一样 洞悉过去未来之事 一日 孙悟空入定之后 灵台一片清明 他忽地想到了方寸山的菩提祖师 在一阵冥想之后 孙悟空醍醐灌顶 想通了许多事情 孙悟空想到了菩提祖师精通是如道三法 此等修为当真非同小可 只因灵山的如来佛祖 也无法精通是如道三教 孙悟空还想到了 菩提祖师在课堂上 能够享证雷霆动九天 可自己犯下闹天宫的大罪之后 天廷以及灵山都没有派兵围剿方寸山 可见玉帝和如来都不知道 菩提祖师身在何处 孙悟空又继续冥想 他想到了自己在取经路上 遇到了一个妖怪 换作青牛精 青牛精的枪棒功夫 能和自己斗个旗鼓相当 更可怕的在于青牛精手中 有一个发着金光的镯子 当青牛精将这个镯子抛出之后 原本和孙悟空心有灵犀的金箍棒 竟不由自主地朝镯子飞去 最后被硬生生套走 孙悟空通过如来的慧眼才知晓 这个镯子乃太上老君 化胡为佛的法宝金刚镯 而青牛精则是太上老君的座奇 不过让孙悟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当他一个金斗飞到玉帝那里 查找青牛精信息时 玉帝翻遍了原宫花名册 都没有找到青牛精的名字 更让孙悟空吃惊的还在后面 如来的知青牛精乃老君的座奇之后 竟必战不出 还说了一句反应或我也 如此看来 太上老君和他的兜率公 已经脱离了玉帝的管辖范围 他的存在也让如来忌惮不已 如果将菩提祖师 视为太上老君分身的话 是不是就能解释 孙悟空大闹了天宫 但玉帝和如来 仍对方寸山不闻不问这个谜团 而且纵观三界 能够精通视如道三法的大能者 犹如凤毛麟角 唯有三十三重天之上的三清方能做到 而原始天尊和灵宝天尊低调神秘 早就不过问三界的世事非非 唯有身为三清之一的太上老君 依旧活跃 频频出现在玉帝的灵霄宝殿 孙悟空想到这里突然灵光一闪 难道自己牵肠挂肚的菩提祖师 竟是太上老君所变 孙悟空接着往下冥想 这一想更是让孙悟空冷汗直流 原来当年孙悟空大闹天宫之时 菩提祖师就在一旁 还出手救了自己三次之多 一 留下金丹 孙悟空在盘桃盛会上将玉帝的玉酒 喝了个底朝天 可孙悟空来到兜率宫的时候 却发现偌大的兜率宫空无一人 原来太上老君以燃灯古佛到访为由 将兜率宫的道童门卫撤了个干干净净 好让孙悟空放开手脚 将炉中的五壶金丹吃下 有了金丹的加持 孙悟空终于炼成了金刚不坏之躯 否则早就死在了玉帝的降妖柱上 二 警告观音 此外 孙悟空还想起了一件事 当时他和灌江口的二郎神大打出手 斗了个天昏地暗 而花过山上空的观音菩萨 竟想将手中的玉镜瓶从空中抛落 砸在自己的猴头上 玉镜瓶有多重 孙悟空心知肚明 至少在遭遇红孩儿的时候 孙悟空曾去了一趟南海 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依旧无法抬起玉镜瓶 因此 当年观音若将玉镜瓶从高空抛落 孙悟空极有可能被砸个非死即伤 可正当观音要这么做时 太上老君却发出了警告 老君告诉观音 你那玉镜瓶是瓷器 我那金箍棒可是一件神兵 如此碰撞 玉镜瓶不遂才怪 在老君的友情提醒之下 观音这才打消了念头 更离奇的事情发生了 老君不用金刚镯套走孙悟空的金箍棒 却将金刚镯荡成一块砖块从空中丢落 实施暴殖天雾 三 八卦炉流门 孙悟空被二郎神降服之后 在老君的建议之下 玉帝同意将孙悟空丢进八卦炉里焚烧 老君身为八卦炉的缔造者 理应对八卦炉的构造和功能了如指掌 可老君却接连做出了一系列的迷之操作 首先 老君将孙悟空投进八卦炉之前 先将勾住孙悟空琵琶鼓上的利刃除之 其次 老君还在八卦炉里 留下了一个有风无火的迅门 让孙悟空在迅门里待了七七四十九天 从上 孙悟空成佛后才懂 自己不是命大 也不是运气好 而是太上老君暗中协助自己多次 否则孙悟空早就神魂俱灭 哪有什么后来的斗战圣佛 正是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只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罢了